《亞美鳳梁》 《亞美鳳梁》 台湾才為什麼要被鴻狂 因為他已經不舒服了 也太傷了 雪狐被困在牆角 但夫人還是伸手過去 摸了兩下 只見工作人員划完手機 把雪狐給抱起來 但雪狐捶著頭吐舌頭 看起來不太舒服 卻硬被摸 讓民眾很火大 老闆 你是不是應該讓他休息一下 因為我看他 我覺得他很不舒服 沒有 他等一下就會休息 而且他一直在喘 他本來就這樣 面對質疑 工作人員卻不以為然 甚至還反問民眾這句話 妳有養過鬍子嗎 沒有 所以我光從他的表面的廁所 我就看得出來 這場雪狐見面會辦在高雄巨蛋 吸引不少民眾排隊進場 跟雪狐互動 雪狐的幼名又叫做北極狐 堪稱是雪地裡最敏捷的動物 還可以生存在零下70度的環境 一隻要價6到8萬元 但動物大多 膽小怕人 見面會卻惹出爭議 我們還是有請那個 零物局還有動保處來查核 讓他來看一下我們環境可不可以 然後我們的狐狸的來源正不正確 有請這個市主 做一些時間 在演時間上的調整 那盡量不要就是讓這個動物 在這個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環境來提供民眾拍照 明明是可以開心跟動物互動 工作人員卻疏忽了雪狐的身體狀況 讓見面會的動保觀念 恐怕打上大大問號 消息新聞綜合報導 消息新聞綜合報導 消息中譽